彈谷伦精英化中医 欢迎收看彈谷伦精英化中医 一般人可能认为贫尿跟年纪长的人比较有关系 但是最近也是有变年轻化的趋势 有一位贵姐25岁 因为憋尿导致贫尿 一天要上厕所 二十几次造成生活及工作上的困扰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 中医如何治疗贫尿 很高兴邀请到郑秋霞医师 来到节目现场 郑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想要知道 就是贫尿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就一天要到底要尿多少次 或多少次以上才算贫尿 其实啊 这个它的定义是蛮宽松的 国际尿师进学会 有定义说 只要白天尿八次以上 晚上有起来一次以上 这个就是贫尿了 晚上啊 就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 半夜还起来两三次 这算贫尿 白天八次以上 八次好像那就是平均两小时一次左右的一个 差不多对 这样子就算是贫尿了 所以其实就是只要自己患者 自己感觉到我觉得我自己很贫尿 就要把它归类为贫尿的这个范畴了 可是有些人像案例是他憋尿造成贫尿 所以这是反而是因为感染 所以造成贫尿吗 对 其实贫尿的原因 事实上是真的蛮多的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 这个泌尿道的感染 因为尤其是女生啊 女生的尿道因为比较短一点 比较容易被外来的细菌啊 什么上行性的一个感染 所以女生啊 曾经有泌尿道感染的比例 是还蛮高的 统计上五个女生就一个 曾经有这个泌尿道的感染 那另外呢就是下段输尿管的结石 也就是说肾以下的这个输尿管结石 或者是说膀胱结石 都有可能造成贫尿 因为它会让我们在解尿的时候呢 会产生一些阻碍 所以会有一些余尿 解的不干净这样子 那另外呢 最近比较常听到的是一个 兼职性的膀胱炎 这是什么意思 刚才讲的这个泌尿道感染 它是有病毒细菌之类的 黴菌啊什么感染 那兼职性膀胱炎呢 它可能是一个激发性 就是说你常常感染 结果后来呢 你已经没有细菌了 也已经没有这些病毒 但是你还是有贫尿的症状 甚至有产生一些疼痛的感觉 那现在很多都是很年轻的女生 我们的患者很多都是很年轻的女生 所以兼职性膀胱炎呢 现在呢反而是还蛮困扰 大部分很多患者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就是年龄的增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膀胱呢 它会越来越没力气 那就是它每次呢 要解尿呢 都解的不干净 可能本来每次要解个200cc 就它只解100cc 都还剩100cc在里面啊 那所以说只要等一下 它再增加一点点 它就觉得我又想要上厕所 这个是很多老人家 蛮常见到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男士朋友 常常呢有前列腺肥大 也就是社户腺的肥大 年纪稍微长一点点的 男性患者呢 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抱怨 说每次呢要上厕所呢 会有上不出来的感觉 或者是说上的时候呢 解的不干净 那就也是会造成 一直想要起来上厕所 尤其是晚上 就会还蛮困扰的 所以有蛮多的原因的 是那这样看起来其实就是 对女性而言 她可能就是平常的一个习惯吧 就造成她可能会有这样子的 贫尿的一个几率 就像憋尿 比如说兼职性 可能一直感染一直感染 到最后变成好像 一个常态性的一个状况了 没错 其实女生呢 常常很忙碌 你看如果说以家庭主妇来说 她可能从早上忙到晚上 她都忘记自己要上厕所了 那还有女生比较容易紧张 那在职场上呢 可能一紧张她就忘记去上厕所了 还有女生呢 本身骨盆腔的构造呢 多了一个子宫 所以膀胀本身呢 它的容量也比较小 所以呢 比较容易很快就满了 造成这个膀胱本身呢 这种压迫 那对膀胱本身造成一种伤害 所以以贫尿来说呢 大概90%以上 大部分都是女生来看诊 是 那么针对贫尿的问题 中医是怎么样辩证论治的呢 因为贫尿呢 就是我们的膀胱 它可能有发炎 可能有感染 另外呢 它可能还有虚弱 虚弱也会贫尿 对 就是说同时可能存在 比如说是发炎比较多呢 还是膀胱本身没有力气 这个问题比较大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有不同的方剂 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指标 针对如果说 它是本身有这个发炎的倾向 甚至里面是有火气的 这个倾向的时候呢 我们呢就用比较属于 消炎 消肿 利尿 解热的一个方剂 比较常用的是八正散 那八正散呢 其实它有九个药 它有木通 曲麦 扁絮 滑石 大黄 枝子 车前子 自甘草跟灯芯草 像这个是扁絮 车前子 曲麦 木通 我们用的是川木通 有什么差别 川木通比较无毒 棺木通呢 因为它含有马兜林酸 已经被禁用了 那这个呢 大黄 是大黄 这个是制甘草 这是灯芯草 这是枝子 还有滑石 这些呢大部分呢 都是在地尿 还有消炎 消肿解热 所以说我们的膀胱里面 有火气的时候 有发炎的倾向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采用这个八正散 那当然它要用的轻重比例上 这个就要看医生本身来定夺 这样子 那这个灯芯草一般比较少见 这个作用是什么 它本身就是利尿 哦 它是利尿的 对 那为什么不会放一些 譬如说玉米虚啊 这种东西呢 其实玉米虚我们也常常用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谷方 哦 那它搭配起来的药性 对 搭配起来的药性 那至于说 是不是把灯芯草换成玉米虚 我觉得也是不是不能考量的 因为灯芯草有时候 我们会比较难取得 哦 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在中医的药物上面 并不是说一定要用这些方剂 这些处方 有时候我们可以灵活的运用 像很多我们有时候 还可以加白毛根 玉米虚 黄莲 黄芹 还有人家通草 都是可以考虑的 是 是 那除了八正伞之外呢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也是适合在这种 贫尿的状况来用 刚刚那个八正伞 是不是属于 比较发炎性的时候 对对对 因为其实贫尿呢 它本身有时候呢 它是有发炎的倾向 有时候它已经过了发炎期 那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都有可能造成一个 膀胱的一个虚弱 即使你是年轻人 因为你常常憋尿 那你的膀胱常常都这样胀满 之后呢 它膀胱会变得很松弛 那松弛之后就变得很没有力气 即便你已经没有发炎了 结果呢 你每一次呢 要去上厕所 它还是都上不干净 都有一些余尿 那这些余尿呢 就会对这个膀胱的底部呢 造成一些刺激跟伤害 这也就是 兼职性膀胱炎 慢慢形成的原因 所以说 当它过了这个发炎期之后呢 我们就要 来补这个膀胱的力气 嗯 那补膀胱的力气是一个非常 特别的一些药物 譬如说 我们常常用这个桑飘消散 桑飘消散里面 非常特别的这个桑飘消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是植物吗 还是什么 桑飘消呢 它是螳螂的软壳 好可怕喔 在台湾就很少见到 是 但是古代呢 地广人稀的地方呢 古人就发现说 这个螳螂呢 它跟其他的一些昆虫不太一样 它会在秋天产软 嗯 然后呢 它会把这个软呢 用一些泡沫呢 包起来 哦 你说它本身产软之后 就外面就有泡沫包起来 对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泡沫所形成的硬壳 我都不敢摸它 对 那呢 它秋天产软嘛 那经过一个冬天 哦 的这个冰雪的覆盖 嗯 到了春天呢 它这个小螳螂呢 会从 比如说这边有一大块的冰雪 那小螳螂会从这个冰块里面 一支一支的钻出来 哦这么厉害喔 是 所以呢 古人 他就想说这个药好像 他能够抵抗这个霜雪的侵蚀 所以呢 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呢 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妙用 当然 古人他就是用临床来尝试 是到最后呢 他就是对膀胱特别有效 哦 尤其是年纪大的人 他膀胱没有力气 那现在呢 很多人憋尿 之后膀胱也没有力气 那这个桑飘销呢 他就可以来加强膀胱的力气 嗯嗯嗯 那接下来是远智 远智呢 他事实上是一个安神的药 对啊 怎么会用在这里 因为呢 我们的神经系统有时候呢 会被催逼 就是说你常常贫尿的 他会变得有点像膀胱过动症 哦 他会心理上就有不安全感 然后如果说我们帮他加一些 比较安神定制的药呢 那这样子他在神经系统的敏感度 就不会那么强 就减少了很多患者的困扰 那接下来是食仓谱 食仓谱呢 反而呢 他是一个提神醒脑的药 这个让你安定 但是不能让你睡着 对对 就是说不能让你呢 对这个膀胱的敏感度呢 没有 没有的话也会造成漏尿之类的 因为有时候你会忘记去上厕所 哦反而更惨 所以说有时候还要提神醒 这两个件事情 他是同时并行并没有违背 那一边安你的神 一边呢提醒你要去上厕所 这也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呢是龙骨 龙骨也是一个安神的药 同时呢有补充钙质的作用 因为我们的膀胱呢 他也是肌肉的组织 你看我们如果有时候忘了喝牛奶 那是不是我们很容易抽筋啊 那补充这个盖子之后 我们的肌肉系统呢 他就会比较安定 比较不会动不动的 就好像自己想要痙攣这样子 那接下来是人参 人参呢就是补气 当然人参呢 他本身也有一些燥热 所以说如果你有一点点发炎的形象 这个就要用少一点点 那再来是浮神 浮神呢本身也是一个安神的药 那浮神本身很奇妙的是 他还有一点利尿的作用 他不是一味的帮你把你的膀胱呢 就不要再上厕所的不是这样子 该上的时候他还是要上 所以浮神本身有安神定制 利尿去湿气的作用 那接下来是当归 当归就是 当归就是要补血啊 任何地方他要强壮 除了补气 还要血液循环要过来啊 所以当归本身是有补血的作用 最后一个是硅板 硅板呢本身呢 也是有安神的作用 也有补充钙质的作用 那它本身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补肾的药 我们现在常用的这种 硅禄二线胶就是用硅板 它可以让我们的骨头变强壮 所以它本身的钙质的含量 是非常足够的 所以这位药里面其实蛮多安神的 就是让你安定下来 不要一直好像烦躁一直频尿 就是产生心理上的一些压力 没错它一方面强壮 一方面安定你的神经 这样子有很多膀胱过动啦 常常在这种心理压力下面的 就可以解除一部分这种心理的因素 那么我们中医治疗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这些药都是比较缓和的吗 一般西医 制凭药会是怎么样去治疗呢 其实我有很多患者呢 他们都是西医治的不想再治了 就是从抗生素吃了好几次 第一代的第二代的第三代的抗生素 那越吃呢人就越虚弱 而且越吃越没有效果 那所以说他们也吃到心灰意能了 所以才转来中医的治疗 那抗生素本身呢就是消灭这个细菌 但是事实上呢 它并没有解热的作用 我们的膀胱有时候呢 它并不完全是细菌造成 有时候呢它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火气 跑到这个膀胱 所以消炎药呢并不完全呢 可以把膀胱里面一些火气 把它完全的解掉 当我们膀胱里面已经没有这个细菌的时候 那抗生素要做什么呢 它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中医能够帮忙 像刚才那个八正伞 它除了消炎消肿 它还有利尿的作用 它可以让膀胱里面的尿液呢 解的干净一点 那膀胱经过很多次的憋尿之后 它也变得松松垮垮 或是因为年纪的关系 变得很松垮很没有力气 常常会有余尿 这个时候伤飙消散 就可以同时跟八正伞可以搭配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计啦 只是说我们以这两个 一个是消炎的 一个是补养的 这两个来跟大家强调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们的膀胱呢 它可能同时有一点发炎 又同时没力气 所以这两件事情 有时候是同时进行的 他们可能在这种反复的感染 反复的憋尿所产生的一些伤害 这个时候就是要看患者 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体质 都要有不同的对待 这就是中医的优势 是 讲到这个 那他们平常要注意什么 很多人去看泌尿科 医生最后一定会讲一句话 要多喝水 但是呢 第二句话其实更重要 要多上厕所 大家都以为说当你有发炎的倾向的时候 你只要不要憋尿就好 事实上这个还不够 事实上是你要把膀胱尽量的净空 只要它膀胱里面能够净空到什么程度 你受这个尿液的侵蚀的伤害的机会就减少 所以呢 我会鼓励我的患者呢 我说啊 你等一下要回家的时候 在我这边先上一次厕所 到捷运站再上一次厕所 只要你在捷运上面有任何时候 觉得想要上厕所 你一定下捷运 先去上厕所再上捷运 然后呢 回到你家呢 在捷运站也先上一次 回到家再上一次 那很多人会说 我那个贫尿真的是非常困扰 我常常呢 我上完厕所五分钟 还要再上 那我就会鼓励他说 你一定好再去上 不要怕麻烦 因为把膀胱净空呢 才能够把里面的尿液 对我们膀胱这个底部的侵蚀呢 减少到最低 这样子我们整个疗程呢 就会比较快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鼓励患者 就是说不要怕麻烦 那要多上厕所 可是有时候你并没有办法上厕所 比如说你等一下要开会 对 要开会像我们这样要露营 一路下来一个半小时 要忍耐 你要忍耐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要多喝水 你这个时候就不要让你的膀胱 处在一个压力之下 等到你可以上厕所了 你可以回家的时候 你多喝水多去上厕所 那另外就是说很多人会问我说 我到底要喝多少水 这个时候就看你的小便的质量 小便的质量是什么意思呢 小便的质量就包括小便的颜色 还有小便的数量 就是说它的多跟少 如果你在上厕所的时候 发现你的小便呢 它是颜色非常的淡 然后呢量也很多 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喝太多的水 如果你的小便呢 它的量不是很多 然后颜色又有点深 有点黄 那这个时候你喝水的量就要稍微多 就是说小便已经量很多了 你又一直喝水 那这样子就增加了膀胱憋尿的可能性 让膀胱这个压力呢增加的一个危险 所以呢连喝水都要因人而异 啊有时候还要看天气 天气热的时候 它要喝的水就要多 因为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就会流汗 有时候天气阴甚至下雨呢 你从呼吸里面就可以进来有很多的水气 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说喝太多的水 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 我们常常觉得说在治疗 在养生在各方面都要看每个人的状况而定 这就是中医的优势 那先前我们有谈到贫尿呢 可能有两个症状 一个是发炎期 一个是缓解期 那发炎期呢有一道药膳要介绍给大家 医生今天的介绍药膳是哪一道呢 我们介绍一个白毛根一仁汤 这也是非常简单 只要用白毛根一两 一仁二两 那先把一仁稍微泡一下 用2000cc的水 煮到滚再转小火要煮40分钟 因为一仁比较不好煮 再加入白毛根 然后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 白毛根很好煮 那每天喝个两三碗 这个是只要你觉得你有一点点 在上厕所的时候有热热的 或是痛痛的 或是你的小便比较黄的时候 都有帮助 因为白毛根本身有利尿 那艺人本身利尿 除湿消炎都有解热的 这方面的作用 所以呢这是很容易准备 而且口感上也是非常好吃的一个药膳 那我们请医生来试吃 就是说这个艺人就是要先泡 对要先泡一下 所以他要煮到软烂 才会比较容易入口 那可不会只喝汤不吃这个艺人呢 这样子有点浪费 其实挺好吃的 不会很违和啦 对 其实蛮像吃那个粥的啦 如果说把它当成一个小点心 小餐也蛮可以的 不是早餐也不错啊 这汤蛮好喝的 其实我觉得如果煮多一点喝汤 应该也蛮好的 也是不错啊 因为其实如果要搅那个艺人的话 其实要比较费劲 对对对 也会比较饱嘛 也会比较饱嘛 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在发炎期 我们不想喝水 我们其实也可以多喝一点这个汤 对对对 喝汤也是可以 可是就是艺人可以煮到更烂一点 就是它的疗效呢 药效这样子比较容易释放出来 哦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 要稍微煮久一点的药材 嗯 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借用果汁集 其实蛮好就是 如果你煮不烂 你就再打一打 然后这样就比较容易吃下去 对啊就比较简单 是那针对缓解期呢 医生也要提供给大家一道药膳 这个药膳名称是什么呢 呃缓解期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稍微要补膀胱的力气 嗯 所以我们用的药呢 或者这个食材呢 就要有点补肾的这个个性 哦 我们用的是这个芡食三药汤 嗯 芡食呢 它是一个水生的植物 叫做芡的一个果实 哦 那这个芡呢 长得很像碎莲 它的叶子很大 然后浮在这个水面上 这个芡食呢 很像脸蓬的东西 嗯 那山药大家就很熟悉了 嗯 这两个都是补皮益胜 让我们的湿气呢 可以去湿气 又可以啊 补这个膀胱的力道 嗯 像这个芡食呢 它跟另外一个药叫做精英子呢 又叫做水露二仙丹 哦 所以它在古代呢 是蛮被推崇的一个 养生的一个食材 这两个煮在一起呢 口感也很好 然后呢 用2000cc的水煮滚呢 再用小火煮40分钟 所以这个山药可以用干的 也可以用新鲜的 都可以 是我们请医生来试吃 就这次煮的这很可爱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头 就是芡食啊 它好像那个开花一样 它就是这个上面的表皮 看起来这样硬硬的嘛 可是它整个都崩开啦 对对 煮完它会整个这样崩开 长得很可爱 很像一朵花 它吃起来的口感跟艺人也 也蛮像的 有点像 对对对 其实 芡食跟山药 还有艺人 就快四神汤了 就快四神汤了 所以我可以吃四神汤吗 四神汤呢 它像艺人它比较属于沥水 这两个是补的 那艺人本身是沥水 还有去湿 它比较是属于消炎性的 所以说你在不同的时期 最好还是分别吃会比较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想法 就是平常我们可能多喝四神汤 可能也对身体蛮有帮助的 对对 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诶 诶 诶 咱们在咱尿的时候 或我们的旁观发炎的时候呢 要怎么处理 那平常要多吃些什么 很感谢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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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